大家好 说几兰花呢 相信有很多花有家里都要有一两盆 甚至更多盆 那么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是 有很多这个新手一直提问到这个问题 特别是夏季 他说买回来 上盆不久的兰花 不懂得如何浇水 怕浇多了 烂根 浇小了 它就会空根 那么今天主要就跟大家简单的说几点 那么我们只要解决掉这个三个问题 你想养好兰花是比较的容易了 它也不会出现烂根 不容易腐烂 生长更加的旺盛了 那么第一点 浇水的最佳时间 还是要根据这个季节来定的 很多新手就把握不好 特别是那些上班族 都是早上和晚上才有空 所以对这个浇水还不是有把握 所以就导致这个兰花 容易受到各种伤害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呢 最好是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六点之后呢 浇水是比较好的 因为这个时候的分叉是比较好的 像夏天呢 最好给它一天一浇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点呢 第二点就是浇水 有很多人不懂的如何给它浇水 其实浇水是挺简单的 就是给它一致性浇头就可以了 不要挤浇半截水啊 如果你挤浇半截水的话 对它的生长是不好的 因为它浇半截水的话呢 它下面吸收不了水分 所以就导致这个根系出现空根 或者是导致各方面的原因 所以就生长不了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一次性给它浇头就可以了 不要挤浇半截水 那么第三点 第三点呢就是阴雨天啊 阴雨天的话呢 就不用给它浇水了 因为阴雨天的话呢 它这个盘土这个水分啊 蒸发量是比较的慢的 特别是连续下雨的话呢 更加是要小浇水了 建议就是不要浇水 这样呢你就可以养出一本比较好的兰花了 所以夏天只要你掌握好这三个要点 你就会养出一盆比较健壮 比较健康的兰花了 而冒出更多的新芽 所以大家记住这三点养活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今天就简单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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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